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电影《超级任务》不负责影评 今天聊了关于说,尼可拉斯凯奇 最近推出了一部新电影叫做《超级任务》 《集》呢,是尼可拉斯凯奇的那个吉祥的集 这部电影呢,就是在讲述尼可拉斯凯奇 自己扮演自己的故事 那到底好不好看呢? 今天来好好地聊聊这个电影 但是在实际的进入主题之前呢 来分享一间,算是蛋糕店吧 它是位于淡水老街 名字叫做原味古早味现烤蛋糕 原味的原呢,是原分的原 叫原味古早味现烤蛋糕 这间真的是排队名店 我那间去不夸张 就是周末下午的时段 我真的排了大概有20分钟 因为他们的出那个蛋糕的速度是 它一次口味就只有出一款嘛 所以它是切完卖完之后 才会再去烤下一款出来切 而且它是现烤现切 它整排就是基本上有三四间的 就是都是古早味蛋糕店 连在一起开 但是就是这间在排队 就是这么的奇妙 这间可能大排长龙排个十几二十个人 但是其他间是 你知道门可罗雀 没有半个人 有趣的在这里 就是这间店好像是它的本店 所以大家来这里 就是只会想要买它 但是有些观光客可能不知道 或者是大家不想排队 就是懒得排队 所以反正就是古早味蛋糕能够有什么差别 大家就可能就买旁边那几间 就是也是卖古早味蛋糕 那是不同店家的 那你知道古早味蛋糕 就我当初啦 maybe就是三年前 那时候我已经去韩国的时候 我跟你说韩国的民动啊 东大门那些 已经有开始卖台湾的古早味蛋糕 而且它的砍棒都是中文 很多就是什么主打台湾的什么蛋糕啊 什么什么这些 都是道地的台湾古早味蛋糕 卖到他们去价格立刻返北 不夸张 然后那味道跟台湾是一样的 但是那价格真的是不可同日而遇 你就知道台湾这款甜点 已经红到国外去 之前在日本也掀起一股潮流 全球已经有七个国家在卖这款商品 而且都有连锁店 那这间原味古早味现烤蛋糕呢 就我看到当天排队的状况 它有分原味的就是最原始的那个蛋糕的口味 还有起司 起司就是中间会有很浓郁的起司 然后还有所谓的脏脏巧克力 就是它的蛋糕体是巧克力口味之外 它蛋糕体的中间还有溶巧克力 还没结束哦 它整个粗完之后 它整块就是整块烤完之后 它上面还会涂巧克力酱 然后再撒一些类似麦片的东西 再撒一层就是巧克力粉 所以整个就是非常的邪恶 而且它整个就是制作过程 都在你面前做给你看 然后它就做完之后 因为它整个切完就整块都是巧克力嘛 它就现切 然后我就问大家说 有没有人要买巧克力啊 你知道就很邪恶 它就逼迫大家就在那里看你整个表演 然后再问你说有没有人要买巧克力 然后那个味道 那个你知道 很邪恶的那个酱料在那边涂抹 你怎么可能不买呢 然后这间店就是三个口味 原味起司跟巧克力口味之外呢 那我刚刚说的 因为它那条街上面就连着三间都是卖古早味蛋糕 但是我觉得它们蛮聪明的 这间就正在正中间的这间叫原起古早味蛋糕 它就是大排长龙 可是旁边那两间就在左右两侧都有一间 它们就很厉害哦 分种 它们就卖个人口味 它把原本那个一大块的切成小块 然后它也卖小块的之外 它还卖特殊口味 所以有些人就是不想 就耐不住性子 不想等这么久的话 它就可以去旁边买 而且旁边还有一些特殊口味 或是你如果是一个人逛街 想立刻吃掉的话 它也要卖那种小块 就可以一个人 个人份的古早味蛋糕 我觉得蛮好的 就大家不要去竞争同一款商品 然后就变成是那种蛋挞效应 就大家还是稍微有点分种 然后我觉得 这间店可能也是就生意已经好到一个 大家都要排队 它也不缺那个零头 所以就让那些其他屑屑给旁边转 那我这次买的是原味口味 它们的奶香真的是有够香 你经过那边 你真的很难不克制自己去买这个东西 而且它价格比市区便宜很多 它是白原油找 原味的话 那我记得我在双联 或是像我们在士林也是买一块 应该都要一百多块 而且你知道现在台北市的那个古早味蛋糕店 已经夺竞争 它们连那个纸盒都要钱 像我那天在双联站买那个古早味蛋糕 它也是整个大块 然后它会用那个白色的 类似烘焙纸的去包起来 那如果你不想买纸盒 它就是给你直接那个纸 包起来之后 直接放到那个塑膠盖里面去 就直接给你了 但是如果你要那个外面那个硬的纸盒 像房屋造型那个纸盒的话 你还另外加10块钱 所以我就觉得物价还是有差 淡水之间就是白原油找 那它起四辆一百多块 巧克力也是比较贵一百五 我记得它起四辆一百二百一百三 就是你会觉得 那价格真的是CP值很高 而且又不夸张 我上捷运的时候 我真的 我那一排座位区 就那个包厢里面 大概有五个人都有买那个鸡蛋糕 而且都是同一间 就是知道它有 就是个伴手里 所以淡水就必买 那吃起来的口味就是奶香很足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个很贴心的是 它竟然还提供你可以切小块的服务 因为我在台北市买过这么多次 古早味蛋糕 没有一间有问过我说可以切吗 就他们都会提供你一个刀子 就是塑膠刀子 你回家自己切 而且就先不用讲做古早味蛋糕 连鸡排 台北市的很多那种 就是排队的鸡排店 他们那个都嚣张到 会直接贴一个很大的纸牌 在外面说不切 然后要加拉药先讲 就算太多都很拽 就是他们真的人太多 所以他们就不可能帮你去做额外的服务 就即便他的那个鸡排费用蛮高的 但这间店即便是排队 但是他还愿意问你说 多花个时间帮你做切的动作 他帮你那个怎么 我猜那个蛋糕应该就是28公分乘以 大概20公分左右的大小 他会帮你切成10等份 你就觉得这样拿取起来吃的时候就很方便 不会你自己回家自己乱切 然后切乱七八糟 光是这一点贴心度就去大加分 而且吃起来他们奶香非常的足够 你放到冰箱里面 饼隔天吃也是非常的好吃 就在此真心的推荐给你 这间位于淡水老街的原味古早味现烤蛋糕 那相关的资讯呢 我也要放到其实你应该的限动24小时 之后放到街边小吃的栏位去 大家可以按图索记去吃吃看哦 那讲到这里 不免俗的IG快去赞起来 其实你应该快去搜寻 然后按赞 就可以看到相关的限时动态咯 好啦 回到今天的主题 电影超级任务的不负责影评 讲到这部电影呢 我们先来简介一下 这部电影在讲什么 超级任务呢 其实它故事就在讲述 就是尼可拉斯凯基 他就演他自己 就是破产的好莱坞巨星 尼可拉斯凯基 他希望可以演那个 昆丁塔伦提诺的下一部电影 他希望借此呢 来摆脱他沉重的这些债务 因为他破产 他希望可以翻身 那就是后来呢 这部电影也因故 他就是没有拿到这个角色 那是呢 有另外一个机会出现了 就是有一个亿万富翁 他就是提出 叫他来参加他的生日派对 就是单纯来参加他生日派对 他就可以获得一百万美金 大概得三千万台币的酬劳 但是这件事情 对于一个巨星来说 就参加别人的生日派对 然后拿这种出席费 就觉得 就是相对于电影巨星来说 就觉得 这工作很像非常的弱这样子 就是感觉有损他自己的电影巨星的这个地位 但是呢 后续他就是因为破产嘛 就迫于无奈 他还去参加了 后来才发生说 这个亿万富翁 背后其实 竟然是个军火贩子 但是呢 而且他还绑架了某一国家的 就是女儿 想要影响他们的总统大选 那是因为这个复杂的关系 美国的CIA就知道说 尼可拉斯凯奇被受邀 去这个军火贩子的家里面做客 就想说 那就是等于是请他协助去调查 那大家都知道 尼可拉斯凯奇在过往的电影里面 很常演用警探啊 或是英雄角色 而且在这个剧情发展中呢 后续他的妻子跟他女儿 也遭受到一些迫害 还得要救出他的家人 所以等于是这剧中剧的概念 然后又 他直接演他自己 就是很有趣的设定 那到底有什么好看之处呢 第一点就是 尼可拉斯凯奇演自己 演自己这件事情 你想说 那就等于不用演不是吗 我跟你说 难度更高 因为他演他自己 他自己受访的时候也讲说 他不知道 这个难度这么高 因为演他自己 他不可能真的就是 什么事都不做 就演他自己 因为那个故事 不是他真的故事 他等于是要架空 这个世界观之外呢 他要想象 导演希望 尼可拉斯凯奇是怎么样 的人 跟他要去拿出 自己的一部分来演出 等于那个虚实的转换 然后他里面还有 就是有那个 尼可拉斯凯奇 自己年轻的时候 他得要用现在的角色 去跟过去的 尼可拉斯对话 那他等于一人 也要分12奖 可能用一些 CGI的做法 特效来 就是演出 那里面就是 非常的幽默 而且非常的自嘲 还有很写的里面 演出说他这个 就是破产的巨星 那现实世界 他也是 他本身也是破产的状况 所以等于是他之前 也演了很多烂片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 而被很多的影迷嘲笑啊 或是被一些观众 就妥气 他在里面也是 同样经历这些过程 导演就把这部电影 誉为说他这个 大型的行为艺术 怎么说呢 你要想想看 尼可拉斯凯奇 他演出的 他自己的角色没有 除了演他自己 但是实际上 这是有剧本的 至于是导演希望 就是他会指导 说他希望他演 怎样的演法 这类的 他又得要受限于 导演希望 导演想象中的 尼可拉斯凯奇 是怎么样子 还要再想象说 那粉丝想要的 尼可拉斯凯奇 跟他这部电影 你们演出的是否会有落差 而且你知道 在美国不像台湾 台湾人对 尼可拉斯凯奇 如果我们这个年代 三十几岁 可能还有看过 他很多之前 就是1990年代 或2000年出头的 很多剧情片 现在 大概maybe 20岁十几岁的小朋友 根本对 尼可拉斯凯奇 比较不熟 但是美国 有非常多的 集粉哦 在美国有非常多 尼可拉斯凯奇的 死忠粉丝 他对于这些粉丝 他也要有点负责 所以等于是 这部电影 对他来说 是个很大的挑战之外 也是个赌注 因为你自己看 他之前过往 有很多很经典的电影 什么变连 国家宝藏 空中监狱 然后战地情 这几部片 我都看过 这是很经典的 那种很纠结的剧情片 然后当初都是 一推出 是等于是 好莱坞 叫好又叫做的 当时的 那麦作剧片 那现在转眼 过去没二三十年 尼可拉斯凯奇 现在的确 在近几年 他的那个作品 就是层次不齐 那他也开始转为 导演自己有在导戏 跟编剧 但是他等于是 最近就有点沉寂 一阵子后 他借由这部戏 立刻真的在 票房上 而且他自己的 身世上 整个又翻转了 他借由演纳自己 等于是 再创事业的高峰 所以这是第一个看点 那第二个看点呢 是关于说 他自己本身的 八卦新闻 也套用到 这部电影里面 就是真实的生活 跟虚拟的电影世界 等于是连结了 因为他本身就是有被 为人诟病 就是他有破产的经验 他花的比赚的还多 尼卡拉斯凯奇 他曾经是 好莱坞最高兴的 演员之一哦 在2009年的 富比士杂志的 报道指出 他那一年就赚了 四千万美金 你就知道 他能知道 赚钱真的非常的光束 但是他花钱 更是光束 他前几年 还有一个新闻 就是他跟 李奥纳多近拍 暴容的 那个遗骨 就是那个恐龙的骨骸 就是他跟他 就是竞争这个 然后尼卡拉斯凯奇 还就是拍赢了 大家都不知道 为什么他要去拍卖一个 就是恐龙骨头 或石杖 然后他还有买过 最荒唐的是 美国 就是整个国境里面 最会闹鬼的鬼屋 他也买下来 就是他买东西 就是他喜欢 他就买 他不讲求 那个东西 是否可以转手 或者有任何的意义 没有 他喜欢他就买 所以就这么的疯狂 所以导致他赚很多 但是他花了更多 导致他后续就破产 而且他因为后来离婚 又要付一些相关的赏养费 或是他喝醉酒 然后导致一些 声势 或是负面形象的影响 导致他片约就接不到 所以他整个 自己现实生活的故事 也移植到这部电影 所以当初导演 在找他拍这部电影的时候 他自己也很挣扎 说 我这样演 是不是有损 我自己的形象 之于是 导演也是跟他讲说 他其实是很崇拜他 他演这部戏 并不是要酸他 不是像那种很多酸民是为了看好戏 所以想说 找他来演一个 他自己露贼的故事 并不是 当初导演是找他来 是希望可以 让大家看到不同面向的 尼克拉斯凯吉 而这是在电影里面 可以看到的第二个看点 第三个看点呢 是 尼克拉斯凯吉的 脊粉 就是那些 他的粉丝会非常的嗨 在过往的电影之中呢 就是你看他很多的道具 或他的 所谓的彩蛋 都在这部电影出现 所以你本身 如果对于他的电影 你如属家君的话 你这部电影会找到很多的乐趣 像他里面就有一幕是 等于有疯狂粉丝 他搜集了很多 尼克拉斯凯吉 当年做电影里面的一些 道具也好啊 海报也好 或是当初的一些戏服也好 这样里面就出现了 空中监狱里面 那个烧焦的兔子玩偶 还有他那个 前几年的那个热门电影 叫做曼迪 里面的电剧 还有国家宝藏的火把 还有一尊 就最荒唐是 他在变连里面的 一比一等大的蜡像 而且还手持 双金枪的造型 那就是这些东西 都是如果你是他的粉丝 你看你就会很有感 或是你之前看过很多的电影 你就会在里面找到 很多的台词趣味 或是彩蛋 那里面还有一个 最近大家新闻里面 很喜欢炒热的说 这部电影 很莫名其妙 带动了另一部电影的 等于说是典籍也好 或是大家会再去 重新把它找出来看 就是 柏林顿熊熊出任务 这部电影真的在里面 占了一个很重要的 关键串场角色 虽然我本身没看过 但它在里面 演的让你觉得说 我很想它找出来看一下 因为它把它演得很好看 那这也是个 小小的彩蛋之一 就在里面有很多 剧中剧的设定啦 就是会对照 尼克拉斯凯奇 自己现实生活中的情节 然后把它反映到 电影里面去 但它用了一些 比较温柔的包装 来让你看到 不一样面向的 尼克拉斯凯奇 那如果你问我说 这部电影到底 推不推荐你去看呢 我必须前提是 你对尼克拉斯凯奇 要有一定的认识 就至少刚刚讲了几部片 你要有看过几部 就是像 变脸啊 或是国家宝藏啊 或是什么 空中监狱啊 战地情人 你既然有看过几部 你对这个人 是不是陌生的 但如果你今天 才十几岁 或二十出头岁 你真的是不认识 这个演员 我个人真的觉得 你可以面误啊 真的是不用看 因为你对他 没有情感 我本身是因为 我之前还看过 很多部电影 所以知道说 这个演员之前的过程 跟他得过奥斯卡 什么之类的 但如果你本身 对于这些细节内容 你都不熟 他对你来说 是个全新的 自身艺人的话 那我真的觉得 你可以不用看 因为你看不懂 里面的笑梗 我个人的评价 那如果你本身 对于尼克拉斯凯吉士 有一定的熟悉程度 你应该可以 找到一些趣味 那我觉得 是蛮好看的 好啦 这个是关于 电影超级任务的 不负责影评 那对于今天的议题 你有任何意见跟看法 想要分享的话呢 不管此刻 你收听还是哪个平台 或去按赞订阅 如果你去厂商的话呢 在资讯栏位 有信箱 或是你可以叫我 IG私讯跟我联系 最后关于说 如果你是用Spotify 或是Apple Podcast 收听的朋友呢 快去按下五星的评价 写下你的意见 我都会去看哦 好啦 这是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咯